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你怎么来了 月宁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姐 没事吧 那个砸碎呢 她不在家 姐 我真没事 都这样了 还说你没事 走 姐带你去医院 我没事 姐 许永就在楼下买酒 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赶紧回去 乖 留疤了就不漂亮了 走 没事 姐 我 我不疼 别怕 姐在呢 咱不怕的 姐 我身上真的不疼 我这儿疼 我心疼杨阳 找了这么一个男人 让他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我愧对他 我 姐知道 姐都知道 我 你是不是傻呀 打不过你就跑呀 你 你 我 我 姐 我跑过 是他君子给我发视频 他在洋洋水里 我没得选 这种男人可真不能要 姑娘你还年轻 得趁早想清楚 脸上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你们过来拍个片吧 看看身上骨头什么的 有没有受伤 好 谢谢医生啊 好 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自己给你拍张照 别拍丑 你听话 以后留得当证据有用 手 娘娘 妈妈没事了 不要担心了嗯 来 给 所以 大爷我可以求你年事 嗯 你说 大爷你帮我妈带走好 终于不要再回来了 我害怕 我怕他有一天会把我妈打死 我打不过他 我保护不了我妈 大爷我可以不幸福 但我想让我妈幸福一次 医生我妹妹怎么样了 掉了三根肋骨 头部有轻微脑震荡 你是真能忍啊 不疼啊 医生 我妹妹是被她老公打的 能麻烦您 在便利本上开取一份证明吗 没问题 老娘 离婚吧 家宝就有零次和无数次 她不会改的 你非要把自己命搭进去 你才罢休吗 就算你不认了自己 为了杨阳 你必须离开她 不是我不想离 是她不肯我离 她说我就想死 也得死在他们家 我要离婚 她叫男孩子威胁我 还是让她气游烧死你们全家 她 那个畜生 她在外面有女人了 我发现了之后 不过就是说了她几句 她就拽上我的头发 免着杀了我几十个巴掌 我跪在地上求她 我求她不要打我 可她越发变本加厉 她开始用皮鞋剃我的头 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想法 打死我 打死我一两百秒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杨阳跑出来了 她就有她那么小一个身子 她冰了命的她要护着我 你说我要是死了 杨阳怎么办 我不是没有报过情 可如果我起诉她 她就会留暗底 杨阳以后也会被她牵连 我不敢拿杨阳的人生做赌注 妖怪就只怪我自己 当初这么轻易地跟她有了孩子 还不顾爸妈的反对 还不顾爸妈的反对 藏促结了婚 是我瞎 是我蠢 找了这么个人渣做老公 姐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反正我已经被打习惯了 大不了 打死我了她给我抵命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 会让她有伤害你和杨阳的机会的 绝对不会 姐 我之前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没做错什么 不应该承受这些 你答应姐 振作起来 就算 别人帮不了我们 我们就自己跟您走 没用的去 该使得我都试过 相信姐 可以的 我们一定可以的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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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姐 我有点害怕 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打死我的 你如果怕 那就使劲地打 打破她爬不起来 这样就认不出来 谁把刀关了 我看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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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打他 是在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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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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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打吧 啊 啊 你要说死我吧 啊 心理打了我 别打了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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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嘛打的我 要让我知道是谁 我弄死你 爱宁啊 换鞋 这是 姐夫的鞋 就是你给老子套的麻袋是吧 我打死你 闹闯 就会打女人 打我 我打死你 给我只知私底的重伤 换回我余生俱来的光芒 看见爱情的模样 还看清梦想的方向 我是我披荆斩棘的笔棒 我是我埋头痛苦的胸膛 当大雨淋湿了脸庞 他们说的脆弱 我叫他倔强 我是我披荆斩棘的笔棒 我是我埋头痛苦的胸膛 没有温柔我只有一枪不用 做自己的神在我创造的天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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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